不受助作的全保护 我都不需要承担相应的 全力义务 直接赢 他没有持之相自信 我们就可以赢 其余就必输 他很自信 这么坚定吗 赚 赢了 在自己舒服的领域里面 就非常的自信 现在可以理解了吗 你会让我放一张 就是满老子沉浸在最高的 一番推理上就 有两个吧 被自己甩到 想象一下 跟上次一样 他又去找黑板了 完了完了 我也太聪明了吧 这是人难想到的我点啊 就是他这种乐观也值得学习 现在有两个挑战行为 他们都没有分清 只有我分清了 对吧 我来在黑板上演示一下 好吧 给您讲得更清楚一点 我在黑板 我现在都不能直视黑板了 我要是陈绿 这个下午过后 这一层楼 所有的黑板 白板 黄板 全部会被撤掉 还有陈绿 那个合同真的是有效的 这是特别大的一个 移护地安环 还有一个 他们如果诉我们的话 应该说的是侵犯我们的改编权 改编权我刚刚看了一下定义 是要求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 所以如果那个 《安安生辰》的作品它并不具有独创性 就是它并不受这座选法保护的话 我们连改编权都不构成 他改编怎么会有独创性 第十条 第十四条 我觉得这逻辑有点问题 就是我不太能得到你的点 就是即使小安 就是我们侵犯他们的权利 侵犯什么权利呢 就是改编权 他是在预设对方一定会打 改编权的这个点 但是改编权的构成要件有两个点 第一个是满足改编 第二个是形成了新的作品 如果我们虽然改编了 但是没有形成新的作品 我们权利归属不在我这儿 那就不构成行权 我也是在看这个点 对吧 就是一个案例叫 北京 律师诉所 那个 我也在看 是吗 是吗 还有点犹豫 当然只是一个点 我觉得 没有 我的感受 我总感觉背的逻辑有点问题 因为不管你这本身是不是一个作品 但是你的听觉行为是存在的 我想问一下 如果要是说他那个AI创作出来的不是作品的话 那它是什么定音 就是创作出来那篇文稿是一个什么属性 我也不知道 我被他闷了 有没有什么小黑板 我都很想写一下 我找个小黑板 这里有一个 开启你的演讲吧 对 你先说 对 开始 首先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权 一个是行为 著作权分为两大块 一个是人参 一个是财产 最后我们确定了是改编权 改编权 如果要构成 侵犯改编权的构成要件 总共有两点 一个是独创性 还有一个是 形成一个作品 无论是从独创性角度 还是从作品角度 我们都可以把对面积翻 然后作品的话 我们刚才说了 一个是独创性角度 还有一个是 AI的角度 AI生成的东西 它到底是不是作品 我们分三个学说 第一个不是作品 我们直接win了 我们终极目标 就是让它不是作品 不是作品 不受著作权保护 不受著作权保护 我都不需要承担 相应的权利义务 直接win 第二个是作品 但是是谁的作品 是AI公司 或者其他人 反正不是我们小安的 那别人承担相应的后果 跟我没关系 第三个 是小安的 这条路死了吗 没有死 为什么 即使它是一个作品 我们只有一条深路 是什么 它没有实质相似性 我们就可以赢 其余就必输 他很自信 这边签定吗 赢了 赢了 在自己舒服的领域里面 就非常的自信 现在可以理解了吗 可以 那我现在就是在 我现在目前在做的工作是 你的那个 要不你可以找一些相关的 那要不我们 根据这个分工来做吧 好不 那我来这个财产 财产权 那肖阳就准备独创信 独创信我也可以 好 我和他一起写吧 很好 终于 终于不入正轨了我们 这组感觉除了他都是组长 你看你撞多一张 就是买脑子沉浸在自己 刚刚的一番推理上就 有两拨 有两拨 被自己甩到 不行 不行 自信走起来 你 边走路边玩手机 天 出来走走喝点水 冷静一下 我这肖阳也是被绕进去了 有一点 没错 肖阳我不确定是 他自己没有理清楚 还是说他的性格上 就不太强势 他有点软 他想要听大家的意见 但是不够强硬 这是梁威在这方面特别厉害 是吧 他本身是 梁威显得特别厉害 显得特别厉害 注意这个关键词 显得 他有一种直觉 但这种直觉经不经得起 对方狂风暴雨 攻击的减证 他没有过这样丰富的经验 所以当这个直觉有一个点通了 就会有强烈的开心感 你们应该按我来答案 我答案肯定赢了 是 那只能说 肖阳老师自个儿没想明白 他如果是自个儿很坚定 能想明白 梁威那儿再玩 斯白格也没有任何用 对不对 斯白 斯白 哈哈 看看另外一个做讨论的咋样 我们定下那个时间安排 你看这十五号 下午两点 那吃完午饭这段时间 大家就熟悉熟悉稿子 看看成果 十四号 二十四点要焦 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太多时间 再放在看材料上 那我们先暂定看材料 看到八点半 那就八点半到十点半 能把它搞整出来 十点半到十二点就二线摸 他们看材料就看到八点半 他们要比那边玩很多 对 看暗色 看暗色 还有个问题就是 刚刚不是还说 就是到底侵犯哪些权利 其实就是著作权 就是著作权 而且著作权其实也是一套权利 出于严谨 他也具体指出 他侵犯了著作权里边哪个权利 对的 改编权 改编权 改编作品 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 对 可能就这一个 因为其他的 都是针对那个作品本身的 但是人工智能产生报告 它是不是著作权课题 如果它连著作权课题都不是的话 那是从哪个点侵犯了呢 文章好 谢谢 对 您这个问题挺关键的 我自己写的 但是 这个AI作品 它是否有著作权 跟它是否侵犯了别人 没有什么关系 是两个事 为什么呀 被侵犯的对象 必须是要有著作权 所以侵犯它才能叫侵犯 但是侵犯的主体 并不需要有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这个AI生成 这个作品不需要是 对 不需要是作品 不需要有著作权 对吧 就是说其实看的还是行为 就是跟那个作品本身是没有关系 对 就是你有没有使用它的作品 你改编了它的作品 你有主观过错的情况下 让它就是遭受了损失 而且有因果关系 我给它帮你了 而且它确实就没在要件里 它没有说只有作品才能侵犯作品 它看起来像个队长 对 因为它一直在 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给大家引导 因为它清晰 对 它一说完 对方马上就无话可说了 是的 所有的当大家逻辑开始乱的时候 它能特别清晰明了地 说出最本质的底层的那个逻辑 就是我觉得你们的那个逻辑点有点奇怪 就是你必须得受著作权的保护 这样你的侵害 才能被著作权评价 你们是这个意思对吧 但是不合理吧 比如说A对B侵犬对吧 这个作品的判定 它是针对这个受保护的B 而不是针对A 它只有是作品 它才会受到著作权的保护 所以A这个侵害行为才有意义 它的法感感觉是很好的 等一下我想一下 运用AI 我改了写不出来 那就不算改变 都没有改变行为 那可以也开始抄袭 抄袭侵犯的什么权利呢 我问你 就抄袭了它的复制权 复制权 对 还有复制权 就是因为著作权下面有一套权力 包括一些什么信息 网络安全传播权 复制权 发行权 发表权一套 所以他们需要去想 到底说是侵犯了啥权 我现在有一个权力是将这个作品改编成C 但是我A擅自地将B改成了C 对 自调侵犬 好 有两条路 对了 你早就该站出来了 萧阳 如果有独创性 那他就是对他改变选的侵犯 如果他这个不是作品 对吧 也就是没有独创性 对 那不就连到这了吗 那他就是抄袭的复制权 你不是创作出一个新作品就是复制 你A创作的一个东西跟B差不多 是不是就侵犯了复制权 所以你没有B要评价 它是不是作品没有 我觉得作品还是有意义的 你不然的话 你说上这个难道不打吗 你现在可以理解就是 为什么要构成新作品 我理不理解不是很重要 对 但是我觉得 反正我觉得 对 大家都觉得要提这个点 只要能自圆其说 对 我觉得对 错吧 我觉得你要以实质性相似为重点 对 但是 实质性相似我们是 和他们是对半开的一个 一个力量对比 但是作品的话 我们是作为一个 杀手键的存在 七三开 或者说六四开 这样 你觉得呢 困冷了 打整吧 哥 你是研究著作权法的 你是研究知识产权的 他其实就是听他说了之后 他一下子就 一下就绕进去了 对 人绕着跟你说 说一别的你也晕 你混乱的点在哪里 我不知道就 怎么感觉 不是 你只要 你真的没有法律规定 你只要自己说服自己就行了 因为真的没有明确的规定 说一定是对的 或者一定是错的 如果有规定 就不会让我们辩论了 你也不要怕错 错了就错了嘛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对吧 总理想不出来好吗 我觉得 对吧 他就是很理直气壮地说一些 可能并不是 并不是特别 只是推测的方式 对 这点很厉害 甚至认为他说得很对 因为他太有理由了 他看起来 就是他的语气 让我觉得好像是真的 对 这个人居然跟我 居然跟我的观点一模一样 本质上演艺作品必须原 基础上进程独创性变化 这种变化应该是智力 劳动的体现 不能以最终表现形式 来认定为其为作品 所以有论文的观点 是支持我们的这个观点的 我现在爽到了 我现在爽到了 爽到了 对 我害怕的 你爽了 我就害怕的 我现在爽到了 这个手脏 我现在有点猛 我会开 水有梦 对我有点猛 我会有点猛 我会儿两只梦 我的梭梦 梭梦 干嘛 可怜这是个小天彩 看那个方验 还有人的音 哎 可是悄悄的 所以那里是梭梦 你不是 我不敢 很合 不要 rets 我想给你们的父亲 先给你们的才华 这喜欢错的哦 今天我是帅不开 今天早就要进入 超约来的 我把这边看完 我们先找 他又去找黑板了 完了完了 梁薇你不要找黑板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可爱 这次是白板 我大概讲一下 我个人对案情的理解 首先是很基本的一个案件 就是我们的当事人前某 一开始是和中介A进行合作的 他签署了一个所谓的定金合同的 那我们首先就遇到第一个问题 这个定金合同它的定义是什么 在产生中介行为之后 又遇到了一个B中介 就可能去涉及到了这个禁止跳单条款 所以这个禁止跳单条款 会不会使B中介和前某之间的关系 去产生一个违约责任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关于他的那两个诉讼请求 一个是打赢那个官司 我们要确定他不是跳单 那不是跳单 我目前想到的是让这个合同条款无效 就算有效也不符合 他不符合跳单行为 肖阳的那个表情跟之前都是一模一样 长出了一口气 就是你们现在大概对这个案情 有哪些不了解的地方 我看了一个法条 就是刚刚说的民法典第965条 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 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媒介服务 利用交易机会 媒介服务 所以它不符合跳单行为的定义 它没有利用它提供的交易机会和媒介服务 其实我们法律关系比较简单 一个是分析它是不是跳单行为就行了 第二个是那个金怎么返还就行了 结论还真的是对 它的路径是对 但是它比较强势 一到合作的阶段它就特别强势 对呀 平常都还好 我觉得有合作也有竞争 三个人真的 永远学交易机会 会发展最 MINOR JFA rocky 法典鑣 载 他真的好喜欢写黑吧 他是柱状图的中枝主持 画这种竖状图 天哪 KING哥加班到三点了 天哪 三点半 你不是才八点 你好了吗 我还有一点 我在写那个应对策略 你也别太晚了 拜拜 那我就既可以从实体法上进行反驳 也可以从程序法进行反驳 实体法有三个点 第一个是不是挑战行为 退一步讲就算是挑战行为 但挺不好 我也太聪明了吧 这是人家想到这个点 就是他这种乐观也值得学习 我惊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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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我对他有点嫌疑 你这句话预示完 我心立马揪起来 我还想跟你汇报一下 就是关于我刚刚也把朱初颖 和那个肖阳的报告看了一下 就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案情 他们可能考虑的还是简单了 什么 就是他们主要考虑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他是否构成跳单行为 第二个是他们跳单条款是否生效 但是关于第一点 是否构成跳单行为 他的那个法条规定是 民法典965条 他的法条原文是这样的 说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 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 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 直接订立合同指的是直接和卖方 卖房的人去订立合同 而不是另行与其他中介订立卖方合同 所以本案中能不能适用这个965条 其实是有争议的 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佣金 所谓的这个佣金 其实他是不能得到诉讼请求支持 而是应该适用 合同中的关于跳单条款定义 所以他不是法定的跳单条款定义 而是约定的跳单条款定义 所以我是分了两条诉讼策略 第一条我是这样的 是我直接跟法院说 这个他的诉讼请求没有请求权基础 因为他不满足民法典关于跳单行为的定义 只要能够主张他的那个合同中的跳单条款 是错的或者说不生效的 那我们就赢了 那如果法院不认定 我们才按照法定的跳单条款去打 好 法院是不是存在着一个不告不理的原则 但是他们有可能在诉讼中增加诉讼请求 或者法院基于公平原则在判决的时候 他知道这不是佣金 但是他还是判作佣金 所以我就说你想复杂了 首先我们现在是应对的是 他已经出现的事实 并据此提出的诉讼请求 其次他如果在诉讼过程中 变更诉讼请求 或者增加别的诉讼请求 那我们到那个时候再并来讲当水来突厌 而不是现在我去做一个 你可能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诉讼请求的应对 第二个 法院我说的不告不理原则是 现在原告提出的请求 是依据的是一个跳单行为 法院不会绕开这个去处理一个 你没有提出请求的请求 但是我的意思是 跳单行为存在两种 一个是民法点965条 规定的法定跳单行为 第二个是合同条款 约定的跳关行为 所以现在有两个跳单行为 他们都没有分清 只有我分清了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考虑得更全面一点 好 你让我消化一下 好好 谢谢了 被他震惊醒了 被陈绿逼的 说你出去我要消化一下 那梁维 你来 来了 我也来吗 来也可以 一起听一下也可以 现在陈绿叫了另外一个他的同 他要疯了 他气死了 梁维 梁维 你把这个简单事情搞得弄得复杂化 你要注意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正面 证据事实 这是一份明显的明确的是一份拘监合同 拘监合同的刑事要件 生肖要件是三方都要签字 对 这是最基本的条件吧 那现在他没有签字 那么这份合同成立了吗 丁尼协议没有成立 合同既然没有成立 那我分析的就是没有约定的这个概念 不存在分析约定的跳单行为 对我是否有效 约定的不存在 法定的也不满足 那我跟你讨论这合同上的条款有意义吗 解释清楚了 简洁直败 福底抽薪 你谈的约定前提是合同要签 合同都没签 没有约定 肖阳满脸写着 老师是这样 中介合同虽然是三方签字 但如果是一个委托合同 中介合同是包含于委托合同的 那只要两方签字就可以成立且生肖了 那从这个角度讲 那你可能就是一开始的方向上就 就不对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基本的事实 就是合同没有成立 条款对我当然无效 我只要考虑的是法定情形 而不需要考虑约定情形 多清楚说的 这个合同是成立且生肖的 因为它是一个委托合同 委托合同只涉及双方当事人 我真的我都要吓死了 我都出汗了 多么希望她 我手全是汗了 多么希望她先不要说了 你再去回头再想再看一看再想一想 哇 这句话说出来其实已经有一点 可以看我看一下合同吗 他还在说 我现在明确的上面是只有两方签字 向阳知道此地不宜久留 卖方根本没有签字啊 所以这里面的一切的条款对我没有约束力啊 他是委托合同 他是冷静冷静听听 但如果要考虑到三方之间的一个中介买卖关系 那一定是要三方成立且成效的 成立已经 我觉得真的脾气已经好好了 那我相信 尬炸了 简直尬的 所以你坚持的是这份合同已经成立了 对我的当事人是有约束力 你认为他是一个代理关系 代理关系 对吧 他现在形成的是一个委托关系 我授权你去帮我看房 是这样一个委托关系 嗯 如果不考虑这个东西的成立的话 我觉得直接把这个合同给排除掉 我觉得可能会对我们不利 他们都没想到这一点 他特别需要自己对自己的人 他需要周边自己或者周围对自己的人 太迫切了这种 对啊 所以你就认为这个任何一个案子 在司法实验当中 也可能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 对吧 但是我觉得我们至少 在给客户意见的时候 我们是要明确的是 一种观点面对 嗯 但是如果按他们的分析 是有两个鼓励于我们的点 一个是这个房屋信息 是这个中介提供的 如果没有这个中介 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房 对 凭什么这么说 这是一个公开的房屋信息 是的 即使是公开的 但是是我通过他第一手了解的这个房 你在网上随便发的一个信息 我从我看到了 然后你也告诉我了 我从网上去看到了 你也不是独家的 凭什么说这个信息 就是从你这里得到的呢 你是独家受托吗 你不是 所以就存在争议教练 所以没有因果关系啊 冷静一点好不好 两位都冷静一点 你既然不是独家委托 我是跟你说在什么争议焦点的 我们可以讨论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钻牛角尖 我们还得就事论是解决实际的问题 对不对 我昨天就是看了很多很多的 包括硕士论文博士论文 我觉得可能在这个问题上 我的研究深度还是可以的 梁同学别再整了 我真的吓死我了 先别说了行吗 好 好 那我们还是回到案子上来 好 原告在他的起诉状中 有没有提出相应的证据或者事实 来证明他自己的这个是一个独家委托 没有 所以我 那既然他没有我 为什么我要去回答他这些问题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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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跟承栗杠 杠 杠起来 对 那是不是现实解决现实的问题 我不是跟你做理论研究啊 我只要说结论我是被告 我第一次看承栗激摸 这个 我没必要在你没有提出证据的情况下 我先行进行抗辩 如果我存在你提出来啊 你提出来我来辩驳你啊 你都没有提我现在自己准备这个 有意义吗 我们可以准备 但是也不必要现在再跟客户的 好 抢个这个活动当中 立马去告诉他吧 好 别说了 真的 冷静了这四个字 可能我还没转变过 我就是喜欢 没关系 专业的精神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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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后续再想想吧 不要在这里跟我讨论真的 再钻牛角尖了好吗 行 但他应该还是没有转变过来 他没有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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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 干什么 因为我觉得法律分析报告 它这个中立的东西 都是以比较客观的角度 分析了每种情况的风险 他的那个意思 可能不是法律分析报告 可能就是给顾客一个 出了一个反对他的意见 越攻击 越捍卫 越坚韧 他现在已经申请不议他的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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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了事 我觉得他有点扣藏了 对 问你他呢 他扣了算什么 他扣的是预罚点六百九百五十五条 他说的是直接定义本了 他说是直接定义本了 他说是直接定义本了 那也就是说他想说的是 不是直接通过了别的 对这个是不是说 照顾的这个风险 看着他这个方向 你可能翻刻这个词 包括这个词是没有 对 他钻到这个油脚尖那边去了 刘绿真的很善良 他一直在带入 在供情他的视角 他在想他到底是 是为什么要提出 我还应该是最道歉 希望可以最道歉 不能再说 不过我十秒辣别 十秒 十秒 慢慢拉 吓死我 所以陈玉也下了一下 陈玉自己紧张了一下 他咋要回呢 他 不要再来了 不要再来了 我的时间 我的天 双方的几下 好 刚才两位律师 都是从有力的流土 给您各方面矩阵 还有 稍微有一点 因为 因为 房源 是中介最核心的进行点 他即便不是 所谓的独家房源 但是你也是通过中介 去获取到这个房源 他可能会以这个角度来攻击你说 你还是利用了这个信息 我们说的这个房源 是他们的 这个相对 这个我认识 但是 有可能 他们拿到这个信息 都不能说 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事情 他认识 跟陈玉之前 我们大伙设计说的 是一模一样 他不能把他这个顺眼去 那如果对面提出 我们也可以稍微准备一些 比如这个房源 在其他 通电网出版上的一些解图 咱们也可以保证一下 那我把地址给你们 你们看着我看 好 我们来处理找 你放送就好 好 关于您的 所谓的意向心的问题 我觉得我可以 展开表一下 呃 一码对一码吧 好多你都写得很舒服 这个不是中间分 你中间废度不是 嗯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对方 可能会听这样一个套面 就是 定型 这个 我来在黑板上演示一下 好吗 给你讲得更清楚一点 我的黑板 我现在都不能直接黑板了 好二日传绿 这个下午过后 这层 所有的黑板白板 全部混在车上 同法典 合作典 关于这个定金的定 他在违约责任里面 有一条专门的规定 如果 民伤构成违约 他这个定金啊 是不予返还的 对面可能会拿出这一条 来攻击我们 那怎么办 这二十万是意向金啊 没说是定金啊 对 他这个所谓的定金协议啊 他是挂羊头 卖狗肉 所谓的定 他不是这个定 而是在法律上 有另一个解释 叫定金预定的定 也就是所谓的意向金 这个定和这个定 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定是作为担保合同 生肖来处罚的 而这个 两位呢也是有点急于想表现 然后呢跟客户去讲了大量的 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 法条是怎么写的 所以他现在占有我们所谓的定金啊 或者说意向金啊 他没有法律上依据 因此我们是有权 邀请他返还的 没事挺可爱的 我天哪我看的 客户聊呆了 为多人震惊了 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法律观点 你有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 法律观点我听不懂 但是我觉得这个道理 就是这么个道理 对 其实你现在就先别担心 因为我们都会在这边帮你 又气又好笑 说一下 因为两位在我这组里面 我就简单跟两位说几句 在实习过程当中 我会看到你身上有进步和成长的地方 我觉得你有比较缜密的思维 能够在很多复杂的关系当中 找到一些点 并且进行深入的挖掘 这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律师 在成长路上 所必须具有的一些品质 但是 也要缓过来说 这个优点同时也可能是成为你的 不够好的地方 抓细节没有错 但是它是不是全案的关键点 我如果在找准了关键点的情况下 继续深究下去 挖下去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 不能抓了小放了大 是不是存在这个可能性 所以你自己要回去反思 那就请两位先回到座位等一下 我们还需要最后的合议 好 出结果 为什么 没有说 让我先回来 两位同学 经过本次合议 我们现在通知你 你从今天开始提前结束实习 作为 忘语彤的 调教律师 我想要为她来 发个票 争取一下二位的票 我挺想留下 忘语彤的 就是一个刚刚走出压压塔 而且还是在一个学校里的教教生 能够 能够争取作为我们的实习生 我觉得这个 这个已经就是一个一大步了 然后这段时间 一直在看到她的这种努力 我的选择也是忘语彤 在这个课题当中 通过你们两个反馈 她非常有合作精神 我们非常看重 有合作精神的人 因为毕竟那个办公室 他们是听到了 合作精神 每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 但是大部分点 都证明育彤 我还是有潜质的 所以我这票 肯定是给王女同的 我们希望你能够坚定律师的这条路线 我们也充分肯定你做律师的潜质和能力 祝你未来一切顺利 有机会我们还希望在今天能够看到你 我都不敢看了 你现在可以回到工位了 我们可以回到工位了 我们可以回到工具 就可以回到工具 所以我们帮忙的 所以不是已经有空了 或者我们再给大工具 看到工具 可以回到工具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 我就先结束实习了 然后我希望你们都能 都能取得信东的奥 那我就先走 我先结束实习 那你来替代我吧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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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站起来看好 谁要为我送行吗就是 所以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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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错了 咱们吃个饭吧 可以啊 可以 可以 肖阳还是那个温暖的肖阳 你去哪里吃就随便找一个 我有地方 我有地方 真的 真的 这真的是每个人的性格 像老师我们吃个饭吧 普遍 年号踏实的时候我来找 我来一句话不说 把手打得来肩膀上去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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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一个走进这个实习的实习生 他是第一个进入 我就觉得特别心疼他那一点就是 其实他那些对抗 他就是想赢 或者他害怕 他就是每个人 人生必经的一个点 他就是一个实习 我们都不会来 小伙子又不是生死的一别 必须要成长 那么多优点的 肯定可以的 我们还是很期待未来 在这个行业里面看到你的 不要哭鼻子啊 没事 还有成绿 你们合同真的是有效的 这是特别大的一个优点 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 你很自信 站得出来 对吧 这个就很强 周律师也很需要的这一步 你功底扎实 对那些逻辑点抓得很准 伴助吃老虎 哈哈哈哈 你就跟不谈 你说你这个功底又好 所以你说我这个小组里面 一下子三元大奖 个个都能冲能杀的多好 这就是你们以后职业生涯的 最入门时候最早的一批朋友 你们之间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关系 所以他现在占有我们所谓的定金啊 或者说意向金啊 他没有法律上依据 因此我们是有权 邀请他返还的 定金和定金 我也想问问玲玲老师 如果保盖头的定 一旦你要负我业责任的话 基本上就取不回来了 如果是严字旁的定 那是预付款 大概率是能取回来 所以在签合作的时候 可以签严字旁的定 不要轻易用保盖头的定 记一下 我记在手机上 我备忘录一下 没有 是签严字旁 不要签保盖头是吧 玲玲老师讲了那么多 他就记到了一个字 也可以 只要记住这个就可以了 特别好 能严字旁就不保盖头 只要是咱们买东西 咱们是买方 能严就不保盖 这么个思路 休想再骗我的钱 他突然问我们一个 审结程序的问题 我当时大脑突然一片空来 还好 还好我突然想起来了 还好你会问 我快要晕了 我刚凶吗 你就突然站起来了 但是还好没那么凶 就上黑板那边 不是 你就在黑板那边走过来的时候 你就继续站起来 跟当时人说呢 你没坐下 我忘了 我都看这个 为什么不坐下 我晚上回去做饭 可以给你带一份 真的吗 对 你就不用点外卖了 真好 咱们今晚上确实有时间 就是看你想吃啥 就做你拿手的吧 没有不拿手 让我来见识一下大厨的手艺 夸张了 这家常菜 开心 走吧 我们先走吧 拜拜 现在终于有点家的样子了 我感觉 是吧 好不容易有一天休息的时间 这个没法 好不容易 我好不容易 我好不容易 这顿晚餐是我们的新喜欢的晚餐 那不是我来吧 好的吗 他这个扯到盆这里 拿这个碗可以吗 这个 先把它扯出来 然后炒西红柿 好 我问一下他们回来了没 我问他我说凯哥你晚饭吃了吗 看他怎么回来 好好吃啊 是吧 如果说刚刚做的 然后也听着那种吃饭 好喜欢吃饭的香味 我觉得铁白白就 这是我的血汗 我们当事人其实挺想的 我一开始以为是那种 你们不要说了 你就告我能不能赢吧 所以我觉得是这种 对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先去吵架 我就不怕 我当时太激动了 就我每次讨论的人 每天都激动 激动起来 然后就空中一路 包括下午 整个当时 好像有点吼他的感觉 其实我主要紧张就是熊 他不是真的在熊 就是紧张很紧张 然后就虚张宣示 其实今天我们三个就配合的 就比上一次好很多 对吧 可能是主要在前期把那个 任务分配好了 你看一种进步吧 趋势见长 你这把我觉得 对 都在互相磨合 对 可能以后会更有默契一点 我感觉我跟Kimberly 还挺默契的 每次配合 我感觉都配合挺好的 感觉Kimberly人真挺好的 这有个现实问题就是 竞争关系 对对对 无所谓 他上次说的不是挺好吗 只是短暂的 这局游戏里面是竞争关系 但眼光长远一点 那未来多少年都是朋友关系吗 无所谓 人生就是一场不会不散的宴席 其实明天其实是我走也无所谓 我觉得不会的 至少收获了 你们这些好朋友 那我先祝威子能顺利存活 然后最终拿到offer 首先祝我自己早日康复 其实也祝你越来越好 也祝你早日拿到offer 两位同学 经过本次合议 我们现在通知你 你从今天开始提前结束实习 嗯 你现在有个 吃个饭吧 对对对 可以啊 可以 就随便找一家 我有 我有地方 好的 你一定得带你吃好吃的 哦 喂你好 你们这边 现在有九个人的位子吗 来了 哎哈喽哈喽 啊现在方便吗 方便你买买的西瓜 哦对我给你们带了点西瓜了 我明天必须得搬走 所以就跟你们 道个别 主要是来 这么急吗 嗯 明天就要走了 哎 哎 真是在这一刻 哎 没事没事 只是一个 一个 一个时刻而已 可以聊脸开心的 就是 主要是传达一个星期 但是其余是 要聊脸开心的东西 我感觉我这三个课题下来 我一直没找到自己的自信 在你自信的一种状态下 你可能会做得更好 可能还是自己也没准备得足够好 过去的三天 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三天 那我刚好选了两个 就正好踩在我弱点上 就这样 证券诉讼 还是 公司证券和那个 商事谈判 因为我其实对自己一直有一个 可能对自己的一个课完影响 就是我 我没有什么商业思维 然后也不懂 公司证券法 然后可能这种思想 其实就 影响了 就限制了我 本来能做到的事情 然后现在做不到了 我以前也是这样 就是一开始否定自己 然后确实 之后就真的不会做 那你当时为什么选了第一个课题 首先是没想到这么复杂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 这俩都是我目前不会 但是我应该会的点 所以我就去 去锤炼一下 我能够感觉到 就是其实 你懂的东西非常多 就是但是你平时不会主动说出来 就只有到用的时候 你就会默默的出来 然后凯哥 咱们交流也不多是吧 但是 但是我能够感觉到 就是稳重 但是偶尔也能看到 他有一点点 小俏皮的感觉 对 所以我觉得 也没有错是吧 这个形容 对 确实 梁薇就是感觉 首先第一感觉是很开朗 而且我觉得梁薇就是 很自信 很有热情 一两次客棋的 做的怎么样 其实它就是一两次客棋 但是你有没有那股劲 可能就是比较重要 而且我觉得 能把自己的想法 勇敢表达出来 对 我觉得这点我真的特别佩服 但是我永远不敢跟陈玉顶着 当时就也没想那么多 就直接和陈玉就 就冲撞了起来 现在想想的话 后悔肯定是后悔的 但是更后悔的 不是去说这件事情 而是后悔表达方式 可能没有更好一点 对 所以以后我肯定会注意表达方式的 对 但没事 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 那我们就以后常联系吧 对吧 对 放点什么 早点休息 明天几点啊 明天 应该是明天你们上班我就走 哦 上班就走 对 行 又拜拜了 嗯 先帮你拥抱一下 拥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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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抱拥抱 你不是生的一次别对吧 可是 以后还有 有的是机会 对 肯定是有的机会 因为你早上就职话 因为你早上就职话 谢谢大家